口口的公司 其實他們是爆成怎樣 現在大陸經濟都不好 所以你只是夠內房 我沒有空理你 施永青的施老闆 他現在都有夠內房 夠內房最新一招 他現在搞一招叫應防不形態 其實昨天應該想說這件事 因為現在就說要等大招 有什麼招呢 究竟這件事 這個做法可以有多有用呢 現在是 甚至去到一個點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中國財經的Twitter 都見到很多微信微博的CAP圖 就是說 現在的房子頂你的肺 送給你都不要 是嗎 因為他現在剩下那些有限的錢 去補交樓 一定是可省則省的 一定是瘋狂的 這樣就像豆腐渣那樣計給你的 不用想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一定是 大哥他自己要救命的 他會不會這麼認真去和你建房子 這個時候買的房子 其實是最危險的 但是現在搞一個所謂應防不形態 其實就是減兜你現在上樓的門檻 在大陸來講 之前高天佑都說過 有什麼限購 限泰 限什麼限脈 主要是一線城市 他們還有一線城市的辣椒 但是現在 至少在廣東來講 選擇了廣州和深圳 這兩個地方 就推行所謂應防不形態 即是說 現在 其實在大陸買樓 你首套房 是一個比較優惠的房貸利率 和首付比例 就是你按揭的比例 現在大概按揭比例好像是兩成 如果你是在交首期的話 未來將會更加少 不用想 未來將會更加少 可能要呼吸計劃 現在是成哥 所謂應防不形態 以前 你賣樓 你一定要經銀行批 借錢給你 一定要看你的貸款紀錄 你究竟現在多少貸款紀錄在數 現在就說 以往你有沒有貸款紀錄 他一定要檢查 現在就不檢查 只要你之前沒有買過樓 我就當你是首套貨 其實這些才是最危險的 大哥 你之前沒有買過樓 現在突然之間學可以買? 先逼你上車 起碼 你長遠來說 有條數可以計算 有些人上車 自然就會有希望 正面來說 涉聽風雲3 裡面的頂雞頭 那些行為 那你供得一天 其實是將時間推遲 這個爆煲的時間 其實已經爆了 資金亂斷裂 還不是個別例子 不只是恆大 迫貴園 還有很多 還有其他不知名 知名都說過 深圳 一線城市的發展商 很多都在撲街 都還不到他們的債息 淡金債息都還不到 過了其他地方 所以就要補充一下 近來大家在YouTube裡面 看到一套HIT 鳳凰衛視拍的一個紀錄片 叫做什麼? 全家住在南美樓 這個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就是 那些發展商 去到一個點 就是走了之後 那麼 地方政府如何處理南美樓 就是 等樓起一半 不要緊 未臨的 你住進去 他本身已經有了 有幾年了 這個不是新鮮事來的 你以為大陸人 那種好欠程度 其實有什麼人民 就有什麼政府 你正視 其實有時候 我們說 極權國家 人民通常都善良 為什麼?你明白嗎? 中庸 就是覺得 怎麼說 我反正怎樣抗爭流血 都沒有意思 你想怎樣就怎樣 正視 正正就是 你等完 兩夫妻而已 如果老婆好欠 老公一定會放肆 一定不會感恩 一定不會感恩 變成會老諷 如果人民好欠 是順民的 本身你覺得 你要的人 住在南美樓裡面 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是不人道的 是立刻被人趕下台的 那你就不會容許這件事情發生 是嗎? 你會更加有底線 做事 但現在不是 你覺得人民 這麼好欠的時候 那我就 每次都跟你講大局意識 社會主義國家 就要講大局意識 就是為了大局 起了七成都叫起了 你就住下去 結果看到一些很可憐的故事 是什麼呢? 他其中一個家庭 就是說 有小朋友在這裡 不想小朋友住爛尾樓 所以強行在外面 就租了一層樓 給他正常生活 然後他兩夫妻 又不捨得爛尾樓 結果要兩邊走 結果那個財政負擔 是超級大 你想想 他在說 其實都已經是 城裡面的 算是中產 五千多元人工 五千多元人工 有一半拿來供樓 有一半拿來供樓 有一半拿來租正常的樓 剩下很少很少的 給自己吃的 好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首套房 最低首付比例 不低於20% 就是現在 今天最 就是落實的政策 這個就是現在 是不是很著數呢? 好 好了 這個就是 也是下調的存款利率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 逼你的人 要是買樓 要是就買股票 要是買樓 要是甚至的 就儲基金買債 讓你覺得 手持現金 就覺得很不值 是不是? 大陸其實現在高通脹的 是 胡錫進怎麼說呢? 胡錫進 被人說是 好像電片主角 就是胡錫進 首先就是 你賺到錢 就首先 買在股票上 放在股票上 最好 就可以賺到一套 上海學區房出來 他自己開直播 如果賺到錢的話 好像巴菲特那樣 幾牛 如果這些錢 最後賺到幾百萬 最好 就是賺到一套上海 我懷疑 誰呢? 就是那時候 傅國豪 就是這樣被他害死 哈哈哈哈 是啊 十萬元獎金 我就是懷疑 傅國豪 就是他現在 個個都很棒 就是他好像這樣 水傅國豪 水到人 不是 你那時候 真的有個大膽的猜測 那十萬元 結果是拿出來 買國竹彩票 就是買了國竹 然後哄別人買股市 他害死了傅國豪 他覺得可以 傅國豪這麼笨賊 現在十四億人 都好像他這麼笨賊 其實是 但是呢 大陸人呢 就不是傻了 都現在都 如果股市 是中國的緬北來講 那胡錫進 就是打電話 去騙你的人 是那些電騙來的 哈哈哈哈 所以 真識真愛生命 就遠離股市 KK和 那就是說這些 賠本是最詳情的告白 這些事情 現在看上證 又未至於 真的去到這麼差的 那他如果 你夠膽拿一年的話 都有0.11%的增長 但是 嚴重 是嚴重跑輸港股 你想一下 港股都已經夠慘了 就是這些笑中有慮 大陸人就不敢反抗 那最多呢 其實他都是 怎麼說呢 就是躺平 你叫我買 我就不會理你 你看到那些人的反應 是怎樣的 胡錫進 廣東你就要行西了 是吧 他是真理部來的 如果不是 就個個變了 傅國豪那麼笨 傅國豪抑鬱死了 他是有理由的 就是因為有這個 仆街老闆 你看這些仆街老闆 就是幫共產黨 就是做些什麼 龜公保母 是吧 就是哄你去落火坑 就是這些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AV5說 現在的77903 都好多人用DOOC去代替 這麼糟糕 DOOC代替什麼 噪口啊 哦 即是他自己都很想發洩 但是只是